上排的2018款经典的轩衣了 配置是属于1.6CVT舒适型 也就是新车指导价108600的那一款 这辆车是一个低配车型 车主后期呢给他加装了铝合金的轮毂之类的 当时给车主优惠了1万块 路级价格是在一个11万左右了 1.6的发动机失去开是在一个8升左右 跑速7升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外观方面的话轩衣给人的直观感觉 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大气 精致的车身加上流水线条的一个轿车的一个腰线 真的是看上去非常的流畅 你不管从哪个方面去看 这辆车真的是360度无磁胶 而且轩衣这辆车男女老少呢都是特别的喜欢的 它没有特别激进的一个外观 也不是显得特别的老气 这个车给大家试试说 它是一个整体车况 全车目前是前钢后钢 有个喷漆 都是一些小的刮蹭 其余的话金属件都是原车漆 车主是选的这么一个黑色的外观 黑色外观不给赤鲁说了 卖的周期会稍微长一些 价格方面就被白色的 在二路车市场上便宜个 3000块钱 白色薪质是要加2000块的 赤鲁也说 当时呢就因为白色加钱 才选择这么一个黑色的车 四条原车胎 能够为16英寸的大灯 带着一个透镜 整个车的话 看上去外观还是不错 咱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它内饰是什么样子吧 内饰看上去比较的不错 而且这辆车十分的干净 因为这个车主对的车 保养的真的是特别的仔细 包括它的座椅 方向盘手感呢 也是挺不错的 比它配置比较低 左侧呢 还有多功能的 方向盘按键 周控台的设计 还有这个挡霸设计的 也是蛮高级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 它这个方向盘啊 包括它整个一个液晶仪表呢 在同一面里面 都是属于最好的了 而且日产号称大沙发 你这个车起码呢 它整个车坐在台呢 都很舒服 自动和温空调 一键启动 手术式的一个屏幕 而且它有这么一个天窗 天窗虽然说是一个小天窗 但毕竟在十万块钱 这么一个价位里面 已经蛮不错的了 而这辆车轴距 也是达到2米7了 第二排最终 不会有任何 疾腿这么一个感觉的 这个车 它的一个车况 就是如此了 那它收入价格 能是多少钱呢 我们能参考一下市场行情 普遍来说 卖价呢 就卖在一个八万块钱左右 而且基本都是虚价 这个车 我们最终拿下价格 是七万一千块钱 连上整备一千元 这个车最后卖 七万六 大家感觉怎么样子 划上一个七万块钱出头 就能买到这么一个 上一代的日产悬疑了 质量 包括它的可好性 都还是在市场上 经过了考核的 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些视频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多多留言和探讨 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 传言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